台北市政府員工子女托嬰中心 再次成立 台北市政府員工子女托嬰中心 日前進行接拍典禮 市長蔣灣到場參與 提及受托人數從原本的12名 扩大到32名 且在中央北市府的補助下 原本18500元的托嬰費用 現在只要3000元 蔣灣直呼早知道就來籌籤 那這一次我知道我們從原本的12名額 擴大到有32名額 所以大大的提高我們很多市府同仁 小朋友 他們可以跟著爸爸媽媽一起來這邊 然後在市府開心快樂的成長 那同時爸爸媽媽 我們市府同仁也可以無後顧之憂 在工作崗位上面打拼 其實前不久 我還參加了我們市府幼兒園天鵝班的畢業典禮 當時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好可愛 那同時也有我們同仁 就跟我反映 因為他的孩子 因為大寶跟二寶年紀有一段距離 所以大寶已經在那邊上幼兒園 但是二寶就必須送到鄰近的拖鷹 那對他來講就必須要接受 奔波 所以他覺得是不是市府 我們可以擴大我們的拖鷹規模 所以後來我們就請包括我們相關局出同仁 一起努力 今天正式能夠整理 揭牌 所以很開心能夠把我們的服務量不只擴大 把我們整個服務的品質也全面的提升 讓0到6歲的孩子都能夠享受一戰式的托育服務 所以更完善的 更完善我們整個職場的友善育兒環境 那同時在這邊也宣布 我一直很關心我們市府的親子日 我們也即將在8月4號星期五的早上9點 在我們的一樓大廳開始 屆時我們都歡迎我們所有市府同仁 帶著孩子家人 一起來到台北市政府這個大家庭 讓孩子看看平常爸爸媽媽工作的場合 平常在忙些什麼 我覺得這種日子我都很歡迎我們同仁 席家帶卷一起來感受到我們大家庭的溫暖 那最後我要謝謝我們這一次所有投入付出的同仁 包括我們人事處 包括我們社會局見款處都有投入 我想還有很多辛苦的老師 托育人員帶領的孩子在這邊學習成長 那剛剛我也聽到我們這一次也申請中央的補助 再加上我們台北市政府本身的補助 讓爸爸媽媽來我們這邊這麼優質的投入環境 好像只需要付三千元 原本是一萬八千五 然後中央補助我們可以有一萬一 再加上我們設計台北一些相關的補助 我只需要付三千早知道我就來抽籤了 下一次如果有機會 北市府過去有公共托育小家園 這次擴大規模 優化成為公辦民營的托育中心 承接的唐市政基金會提供了更完善的育兒環境 目前來講我們的中心是收拖三四二位孩子 那目前我們分成兩個班級 然後一個班級是滿兩個月到一歲的孩子 然後另外一個班級是一歲到兩歲的孩子 那我們最主要是以取角以及適寧適性的一個課程 多元化的活動 那以五感的教學來進行我們的課程 那本身我們唐市政基金會 這致力於就是幼兒教育的一個服務 所以其實我們非常重視孩子的早期療癒的部分 所以針對孩子的發展我們會特別在中心裡面 依照他們的年齡層進行我們的檢核 然後幫助我們的家長以及孩子 在這樣的過程中可以修正可能他需要幫助或是協調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基金會朋友的一個特色 可以帶著我們的家長認識我們的孩子的整體發展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環境是非常溫馨舒適 可以創造孩子第二個家的感覺 就讓孩子可以減緩他的一個陌生感 或者是可能焦慮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非常著重的地方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32位小朋友 我們是1比4 一位老師照顧4個孩子的部分 那總共是32位小朋友 所以我們會有8位以上的託育人員的部分 那我們也配置了主任行政人員廚師的部分 還有護理師 對這個私資來源基本上來說的話 都是要誘保相關科系或是取得保母證照 託育人員證照的部分 所以近來其實這裡工作都要相關的資格 才有辦法擔任託育人員的部分 他叫什麼名字 我是小明 你家 小明小蘋果 小蘋果 小蘋果 我們幫小蘋果戴上夏日眼鏡 我們想去海邊喔 好酷喔 我們把他放在頭上 市長可以這樣放在頭上 可能有造型和時尚感 他比較大的 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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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戴個搶帽子 哇 市長把你戴個帽子 謝謝 蔣萬安提到自己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十分能體會家長的心聲與需求 希望從市府做起 透過提供完善的育兒環境 做起帶頭示範作用 讓更多公家機關或民間企業也都能比照辦理 員工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在工作崗位上打拼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